你们再去完成你的摆档的时候 我不要看到你的骨盆是在往下扣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启动的时候 第一个是通过后腿的整个 你这个时候中心失败两腿之间 我是4拍去启动 不要只是用断掌去推到肩 这个力量你会上不去 你先试一下用断掌去推到肩的这个过程 你看他的身体这里的幅度有没有 和连接会很少 所以你的身体的感受是很少的 如果说我在去到掌的时候 我在每一次去推动4拍去启动的时候 我要看到你的大头一个什么 持续去旋转时推动到脚尖 所以说我们在去产生旋转了之后的话 你的这个力量跟你的后背才会有怎么样 更多的挤呀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引导是不是就出去了 然后这里是4 我的4是在肩的位置 然后1的时候大家再去做 摆档的时候不要做成了1 这是在泄化 然后你要理解的是高位骨盆和低位骨盆 我只是去把高位骨盆干嘛 放到低位 这是不是数字台的1 and我只需要做转动 骨盆去连接到后背 衔接另外的身体 and到位 走 膝盖引带方向 脚后骨盆去推动 走后腿持续发力 走 2 直接进入 再去转换 and 走 后腿推动 3 进入了 走 and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我会跟大家去把2 3的时间值去流长 就是为了让你去在推动的同时去让我看到你的骨盆会有一个什么过程 and 2 直接到位 and 3 所以你一定要让我看到你的后腿在干嘛 在用力 就不要直接想的是前腿去终止你的步法 能没有吗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的整个腿部的空间和移动一定会出来 所以说我下面就没有的位置 我只要怎么样 我的把去去延长你就要到这了 and直接做转动 回到一阶的那个